本期故事跟一个传说中的实体有关 这是一个白色皮肤同时带有红色斑点的实体 本次游戏版本是1.19.3 种字号是7715 玩家正准备创建新的世界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它明明按的是7715 但显示的却不是 玩家多次尝试后都没有输入正确 所幸就这样吧 请大家记住现在玩家目前输入的种字号 待会儿要考 随后他尝试将世界的名字改为种字号 奇怪的是 这儿能成功输入7715 可能是哪里出现bug了吧 很快玩家就出生在了一个由沙子搭建的小屋内 出来后一番观察 玩家总感觉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哪里怪怪的 首先是眼前的这座沙雕屋 其次是天空中的太阳 按理说第一次创建新世界 太阳应该才刚刚开始升起 现在的太阳已经升起一半了 这里给玩家的感觉 是之前他已经在这个世界游玩过一样 随后玩家对附近近 进行了一番观察 他总感觉这里的生物群落 不像是当前游戏版本的 更像是1.14或者1.15 屏幕前的大家觉得呢 很快在玩家一脸疑惑中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 玩家此时才想起来 应该赶快开始生存了 他开始撸树挖矿制作工作台等等 但是奇怪的现象又出现了 玩家发现当自己制作出稿子的时候 或者挖掉石头的时候 为什么游戏右上角没有成就达成提示 这就很诡异了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玩家随后在附近开始搭建自己的小屋 沙漠那个沙雕屋玩家不喜欢 可没一会儿后 玩家却发现不远处有亮光 朝鲜走了几步定心一看 那不就是自己出生时的沙屋吗 玩家记得自己出生的时候 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应该会发光呀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玩家走了过去 过来后吓了玩家一哆嗦 只见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张床 物品箱以及火把 并且物品箱内还有一些物品和装备 最重要的是这把斧子的耐久度 好像有人也在这个世界游玩一样 玩家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他开始本能的远离了这座沙屋 渐渐的天色也在不知不觉中亮了 一大早玩家就继续出去探险 接着他在附近的一片草地上 发现了大量的马 这些马什么颜色都有 玩家更加感觉 这不像是山崖与洞穴的版本 怎么看都不像是1.19 但是随后玩家发现了风潮 一番观察后 还是可以证明游戏版本是1.19.3 玩家推测 可能是这个世界生成的地形问题吧 玩家的疑惑才刚刚被打消 接着更加离谱的现象发生了 他注意到了自己的饥饿度发生了闪烁 不对啊 自己是和平模式 怎么会饥饿 玩家赶快打开了设置 又重新切换了一次和平模式 似乎这个问题解决了 随后他继续探险 没多久后 天色又进入了黑夜 他只能先赶快回到住所睡觉 在回去的路上 又一座奇怪的建筑 恨然出现 这是一座由橡木板搭建的小屋 玩家清晰地记得 之前这里是没有这座屋子 出于好奇心 他还是打算过去看看 进来后 屋子内有很多物品箱 一一打开后 都是空的 可玩家一转头的功夫 这些物品箱瞬间消失了 游戏气氛开始紧张了起来 前方高能即将来袭 请屏幕前胆小的赶快将一打在弹幕上 胆大的赶快将二打在弹幕上 麻烦打二的保护一下打一的 玩家很是恐慌 他只想离这里越演越好 在平原上出现这么多匹马 是玩家第一次在MC中遇到的现象 这个世界太诡异了 此时玩家萌生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如果自己开启创造会不会更安全一些 他是这么想的也的确这么做了 玩家将自己的世界先对局域网开放 大家还记得最开始创建世界时 最后那个种字号显示的是多少吗 当玩家查看目前种字号时 系统却提示种字号为1100 What 自己最开始输入的是7715 但最终显示的是2857 但现在怎么显示的是1100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玩家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现在很是恐慌 他想去附近的山上看看 可突然他发现自己无法移动了 键盘好像不管用了 但是鼠标还在正常工作 玩家不得不先退出游戏 对键盘检测了一下故障 很快他便再次加了进来 这次进来 天色已经进入了白天 但是诡异的是 当他一进入mancraft 键盘就停止工作 玩家逐渐暴躁 他正准备退出游戏 卸载不玩了 可用鼠标晃动视角的时候 突然屏幕内出现了一个身影 似乎就在不远处的云山树林中 果不其然 随后前方的云山树旁 出现了一个身影 由于距离太远 玩家并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 玩家也移动不了 不过不要紧 那个神秘的身影 亲自来找玩家了 同时游戏的天色 瞬间变为了黑夜 下一秒 一个白色带有红色斑点的实体 朝着玩家跑了过来 接着玩家的游戏便断开了 随后玩家发现自己的游戏界面 被盗了过来 本期故事跟一种会飞的生物有关 玩家进入了自己的单人世界 因为今天老爸和老六都在上学 没时间陪自己玩了 只能一个人享受着孤独的游戏时光了 先看看玩家搭建的房子怎么样 一种中世纪的感觉 没错 玩家的文理包就是中世纪 看到远方的山河大海了吗 那是玩家逝去的青春 一个人卢树 一个人挖矿 一个人欣赏着夕阳西夏 有很多人说 我的世界单人玩没什么意思 屏幕前的大家是喜欢单人玩 还是喜欢和朋友一起玩呢 欢迎在弹幕发送出你们的想法 好了 废话也说的差不多了 老规矩 大家给视频长按点赞给个支持 咱们故事正式开始 听着这舒缓放松的音乐 玩家漫步在青青草原上 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 总之走到哪儿就是哪儿吧 可随着舒缓的音乐渐渐结束 玩家也来到了一处矿洞口 走进去后 玩家发现了几块 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方块 用稿子挖掉后 玩家看到了这种方块的名字 这叫古老的白墙方块 这是什么 从来没见过 玩家又在这里环视了一番后 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白墙方块 越往矿洞内走 这种白墙方块的数量就越多 玩家边插火把照明 边开采着这些 他从未见到过的神秘方块 玩家也不清楚这些方块有什么用 但是在好奇心强烈的驱使下 玩家不断地朝着矿洞内深入 走着走着 这些白墙方块消失了 玩家有点搞不明白 难道这种方块 也是有分布层数的吗 就像钻石矿一样 MC老玩家应该都知道 钻石矿在外足标多少处容易发现吧 知道的请在弹幕告诉一下 MC小萌新吧 刚试完钻石矿 这不 玩家就发现了钻石矿 在纹理包的加持下 这一颗颗闪亮的钻石 真是让人直流口水啊 前方高的预警 请评不评各位胆小的 赶快将公屏打在 我超牛上激活弹幕护体 挖到钻石的玩家还不知足 决定继续在这里搜寻 看看能不能发现更多的钻石 可他没想到的是 他在一处岩浆池前 发现了几只白色的生物 接着这些白色的生物就飞了起来 下一秒就静止冲向了玩家 朝玩家发起了攻击 虽然对玩家产生的伤害 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玩家也很慌张 他头也不亏的赶快离开了这儿 回来时游戏中已经是黑夜了 而玩家再次回头看向身后 这几只白色的飞行生物 已经追到了玩家的住所 玩家赶快紧锁屋门 站在屋内 观察着外面这些白色飞行生物 嘿嘿 你以为躲进屋内 我们就进不来了吗 下一秒 这几只白色的飞行生物 就击碎了玻璃 朝着玩家飞了过来 玩家只能遭受着 这些白色生物的攻击 他却无能为力 最终玩家又又又又 开心的别片 后来玩家通过上网查询后得知 这些白色飞行生物 叫做水晶蝴蝶 如果你在矿洞中 遇到了古老的白墙方块 请切记不要去开采 否则很有可能会遭遇 和玩家一样的结局